大家好,我是娟子 还有两天就是元宵节了 在我们北方,家家户户都会吃汤圆 今天就给您分享一个汤圆很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买来的汤圆倒在盘子里 锅中烧一锅开水 往里面加一勺盐 在煮汤圆的时候,防止粘连在一起 然后倒入准备好的汤圆 可以用漏勺推一推,防止粘锅 继续用大火给它煮开 中间也要多搅一搅 让汤圆受热均匀 这个时候的汤圆已经飘起来了 改成小火,再煮上两到三分钟 时间到之后,把煮好的汤圆捞出来 倒在凉水里面,把汤圆泡至凉透 下面准备一个大盘子 倒入适量的面包糠 这时汤圆也泡好了 用漏勺控水捞出来 倒在另一个盆里 接着打入两个鸡蛋 先把蛋黄搅散 再充分的搅拌 让汤圆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放进面包糠里面 用筷子转动 使每个汤圆都能裹满面包糠 先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锅中油温五六成热 开始下锅炸 炸制的过程要转成小火慢炸 火候太大的话 会使汤圆爆开 表面炸到定型 用筷子勤欢动 最后像这样表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控油出锅了 这样做的汤圆 各个金黄酥脆 比水煮的好吃多了 舀一口外皮酥 里面软糯 黑芝麻馅 也特别的香甜好吃 元宵节就要到了 可以试试这种做法 感谢观看